顽皮可爱就是我,我就是米小圈,米小圈上学季 升旗仪式,6月7日星期一,又到了星期一,又到了升国旗的日子。 同学们早早地来到了学校,整齐地站成了两列,可是我发现我的旧桶桌李黎还没有来。 哈哈,难道李黎迟到了?魏老师一定不会放过她的。 我正偷笑时,几个升旗手拿着国旗走到了旗杆下,我仔细一看,差点没被气死,原来其中就有李黎。 魏老师真不够意思,凭什么让李黎当旗手却不让我当呢?我也是少仙队员啊。 国歌想起来了,我对着国旗偷偷许了一个愿望,希望自己也可以当一回升旗手。 升旗仪式结束后,大家回到教室,我的同桌徐豆豆拿出一个小本子,你小圈,咱们下午子旗吧。 我不想玩,我只想当升旗手。 升旗手?这还不容易。 徐豆豆似乎想到了什么好办法。 徐豆豆,你有办法吗? 徐豆豆小声地对我说,今天放学后,等同学们走光了,我们就可以当升旗手了呀。 你是说,我们偷偷把国旗降下来。 这个办法行吗?我有些怀疑。 突然,魏老师站在讲台上吼了起来。 米小圈,上课时不许说话。 我又被老师批评了一次,真倒霉。 放学后,同学们都走了,只剩下我和徐豆豆,我们悄悄地来到了旗杆下。 我们首先要把国旗给弄下来,然后才能开始我们的升旗仪式。 我有点担心地问,徐豆豆,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米小圈,你可真胆小。 万一被发现了,你先跑,我在后面掩护你。 徐豆豆真是个好同桌。 于是我来到旗杆前,把绳子解开,把国旗慢慢地拽下来。 正当我们把国旗降下来的时候,突然一个人喊了一声, 喂,你们在干什么? 哇,不好,被发现了。 可是徐豆豆根本没有掩护我,他第一时间就跑没影了。 呜呜呜呜,我没有跑掉,被抓住了。 徐豆豆,你太不够意思了。 更倒霉的是,抓住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校长大人。 我死定了。 校长大人一脸严肃地问, 你为什么要把国旗降下来? 你是哪个班的学生? 校长大人,对不起,我只想当一次升起手。 校长大人仍然追问,你是哪个班的? 叫什么名字? 没办法,我只好说,我是二年级五班的星铁。 校长,我错了,我再也不敢当升起手了。 校长大人最后原谅了我,把我给放了。 我回到家,觉得自己特别过分,我为什么要把好朋友铁头的名字报给校长呢? 魏老师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铁头的。 铁头,米小圈对不起你啊。 铁头对不起我,6月8日星期二。 今天在学校,我一直躲着铁头,我做了对不起铁头的事,我没脸见他了。 铁头却特别够意思,他从家里带了三个煮玉米,给了我和江小牙每人一个。 我觉得很惭愧,我正准备向我的好朋友铁头承认错误,魏老师就气冲冲地来到了教室。 完蛋了,一定是校长把昨晚的事给说出去了。 魏老师来到铁头面前,心铁,你昨天晚上做了什么? 铁头摸着自己的大脑袋,一脸无辜地说,老师,我什么都没做呀。 魏老师更生气了,你还敢说谎? 铁头赶快低下头,承认错误。 老师,我错了,我放学不该去江小牙家玩电脑游戏,我错了。 魏老师说,不是这个,我来问你,昨天放学,你是不是把学校的国旗给降下来了? 啊,没有啊,这个不是。 我赶快举手打断铁头。 魏老师,你就原谅行铁吧,他只是想当一回升起手。 老师,我没有降学校的国旗啊。 铁头一脑袋问号。 魏老师突然变得很和善。 唉,算了。 昨晚的事,老师就不追究了。 今天早上校长来找过我,他同意下周一由你来担任一次升起手。 啊,让我当升起手? 太好了,太好了。 铁头高兴地跳了起来。 啊,什么? 让行铁当升起手? 啊,老师,昨晚的事。 我赶快把事情说给魏老师听,可是, 呜,魏老师居然不相信我。 铁头赶快说, 老师,昨晚的事就是我干的, 好汉做事好汉当。 魏老师说, 行铁,以后不许这样做了, 想当升起手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 是,老师,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铁头啊, 你太不诚实了, 你对不起我。 顽皮可爱就是我, 我就是, 你小圈。 你小圈上学季。 放风筝, 六月十日,星期四。 今天,风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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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来约好放学跟铁头去打羽毛球的, 看来是打不成了。 可执着的铁头还是拿着羽毛球拍来找我了。 你小圈, 你小圈,我们去打羽毛球吧。 我怀疑铁头的脑袋一定是坏掉了, 这么大的风, 怎么打羽毛球呀。 铁头拍着胸脯说, 你小圈, 放心吧, 我有办法。 铁头把一根细绳子系在了羽毛球上, 这样就不用担心羽毛球会被吹飞了。 我们跑到外面打起了羽毛球。 可是, 刚打了一下, 羽毛球就被吹飞了。 铁头赶快去拽绳子, 羽毛球飘在了空中。 这哪里是打羽毛球吗? 明明是在放风筝。 啊,不, 是放羽毛球。 铁头突然有了主意。 米小圈, 我们打不了羽毛球, 但我们可以放风筝呀。 对呀, 大风天最适合放风筝了, 我举三只手赞成。 老妈评语, 米小圈, 三只手是小偷。 虽然我很同意铁头的提议, 可是我们没有风筝, 到哪里去买风筝呢? 铁头又拍着自己的胸脯说, 米小圈, 我会做呀, 我这就做一个给你看看。 嗯? 铁头真的会制作风筝? 我特别怀疑。 铁头制作的材料特别简单, 一片大纸壳, 一团毛线而已。 铁头把毛线系在纸壳上, 就大公告成了。 我和铁头赶快跑到外面去放风筝, 铁头把大纸壳往天上一扔。 风筝, 飞吧! 哇, 风筝果然飞了起来, 可是大纸壳在空中晃了两下, 就掉了下来, 哎呀, 砸在了铁头的大脑袋上。 铁头的风筝失败了, 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 铁头, 还是由我来做一个给你看看吧。 我跑回家打开电脑, 在网上找到了一个风筝的制作方法。 首先要用几根竹条组成骨架。 嗯, 可是我家里没有竹条。 我找来老妈织毛衣的竹针代替。 我将竹条摆成了十字形, 用细绳将它固定好。 骨架固定好以后, 我又找来了一张旧海报, 用胶带把骨架粘在海报上。 接下来我又找来了一团毛线, 把它撕撕地绑在风筝上。 最后用彩笔在海报上画了一个我自己。 我的风筝就大功告成了。 铁头说, 米小圈, 你这风筝能飞吗? 当然能。 不信我们去试试, 我们拿着风筝跑了出去。 我把风筝往天上一针。 飞吧, 我的风筝。 一阵大风吹来, 我的风筝果然飞了起来, 并且没有掉下来。 铁头高兴地跳了起来。 让我玩会儿, 让我玩会儿。 铁头把风筝抢了过去, 它用力地一转。 哎呀, 不好, 毛线断了。 呜呜, 我的风筝掉了下来。 铁头, 小心。 顽皮可爱就是我, 我就是米小圈。 银小圈上学记。 画鸭子, 六月十二日, 星期六。 又到了去美术班的日子, 这是我一个星期里最痛苦的日子了。 昨晚我不小心把碗打碎了。 看在老爸在老妈面前替我求情的份上, 我还是装作很情愿地去了美术班。 今天, 老师教我们画的是鸭子。 老师先在黑板上画了一只, 让我们照着画。 可是, 我觉得老师画的并不怎么样。 至少不是我喜欢的鸭子。 我快速地画了一只我喜欢的鸭子递给老师看。 老师老师, 我觉得这样的鸭子才漂亮。 老师看了我的画, 当着美术班的同学面前表扬了我。 嗯, 真的很像。 老爸开心地差点晕过去。 老师接着说, 你小圈, 你画的真的很像一只没有毛的鸵鸟。 啊, 没毛的鸵鸟。 老爸当场气晕过去。 美术班下课了, 在各位家长的笑声中, 老爸带着我迅速逃离了美术班。 可我们并没有回家, 而是来到了农贸市场。 我的老爸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好的老爸。 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他不会让我吃饭了呢。 老爸说, 谁说今天晚上不让你吃饭了? 我是带你去买鸭子。 我问, 今晚吃鸭子? 太棒了。 什么呀? 是买一只鸭子, 回家让你照着画的。 哦, 这个, 不用那么破费了吧, 老爸。 老爸告诉我, 画画这件事不可以脱离了生活, 一定要学会仔细观察。 徐碑红大师可不是在家里随便就画出一匹漂亮的马来的。 于是我们买了一只漂亮的鸭子, 向家里走去。 我好像懂了。 嗯, 徐碑红爷爷当年是不是也买了一只漂亮的鸭子, 才画出漂亮的马来呢? 顽皮可爱就是我, 我就是 李小圈 李小圈上学记 狂欢派对 六月十三日, 星期日 真是晴朗的一天, 我很早就起床了, 因为今天老爸老妈要带我去游乐园玩。 可是老爸却说, 李小圈, 恐怕今天我要失约了, 因为我和你妈妈都要加班, 没时间陪你去游乐园了。 啊, 可是你们答应我的, 大人说话怎么能不算数呢? 老妈端着早餐走了过来。 大人们说的话当然要算数了, 只是今天不行, 改天一定陪你去。 可是可是 李小圈, 你看, 老妈拿出了一兜子的美食递给了我。 李小圈, 今天你可以随意吃小食品, 对了, 还可以随意地玩电脑游戏。 真的? 我看这小食品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当然, 谁让我们失约了呢? 哈哈, 太棒了。 老妈走后, 我边吃小食品边玩起了电脑游戏,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的游戏玩了一点都没劲, 小食品似乎也不像从前那么好吃了。 我后悔了, 还是游乐园更好玩。 这时, 我接到了江小牙的电话, 原来江小牙的老爸老妈也上班去了。 江小牙提议, 去他家开一个狂欢派对怎么样? 这个主意太棒了, 我们赶快联系独自在家的同学。 铁头也正在家无聊呢, 接到我们的电话高兴地跳了起来。 我们七八个小孩带着各种美食来到了江小牙家。 正好是午餐时间, 我们把各种美食放在一起, 堆了满满的一桌子, 大吃特吃起来。 吃饱了, 我们决定玩游戏。 铁头第一个举起手来, 我们玩过家家的游戏吧, 石头, 剪刀布, 谁输了, 谁就是儿子。 这个主意很棒, 更棒的是铁头输了。 咦咦, 他成了我的儿子。 铁头当了两个小时的儿子, 他终于受不了了, 抗议道, 我家家一点都不好玩, 我们还是玩磨瞎子的游戏吧。 石头, 剪刀布, 谁输了, 谁就是瞎子。 石头, 剪刀布, 结果铁头又输了, 他成为了瞎子。 铁头可真笨, 抓了很久, 却一个人都没有抓到。 这时, 我同桌徐豆豆的头不小心撞到了桌子上, 发出了, 哎呀, 一声。 铁头听到了, 赶快向桌子跑去。 哎呀, 不好了, 花瓶有危险。 瞎子铁头撞到了桌子, 把桌子上的花瓶给打碎了。 江小牙很生气, 要求大家赔给他。 啊, 快跑啊, 大家赶快跑出了江小牙家。 晚上, 江小牙被他爸妈臭骂了一顿, 我们再也不敢去江小牙家玩了。 老妈评语, 尼小圈, 你们这样跑了可不好。 顽皮可爱就是我, 我就是尼小圈。 尼小圈上学季。 到底是谁的错? 六月十四日, 星期一。 今天一早, 江小牙的身影刚出现在班级, 我和昨天闯祸的几名同学就跑光了, 我们可没有钱赔给江小牙。 江小牙追上了我们, 原来她并没有打算让我们赔她钱。 江小牙可真够朋友。 江小牙说, 但是事情还没完呢, 是铁头害我昨天被冲骂一顿的, 所以我们要吓唬一下她。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我举双手表示赞同。 过了一小会儿, 铁头就被这书包闯了进来。 我赶快跑过去对铁头说, 铁头, 大事不好了, 江小牙来了。 铁头很纳闷, 江小牙有什么可怕的呀? 我骗铁头说, 你知道吗? 你打碎的不是一般的花瓶, 而是, 假之一百万的古董花瓶, 江小牙要你赔给它。 哦, 不会吧, 铁头有点不敢相信。 这时, 江小牙怒气冲冲地向铁头走来, 铁头转身就跑。 铁头跑到走廊里, 江小牙在后面穷追不舍, 铁头跑下楼梯, 哎呀, 不好, 铁头不是跑下楼梯, 而是滚下了楼梯。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铁头的脑袋撞到了楼梯上, 流血了。 魏老师很快就赶来了, 我们几个把铁头扶到了笑医室。 笑医帮铁头止了血, 铁头终于没事了, 可是我们却出事了。 魏老师严厉地批评了我和江小牙, 并要求我和江小牙先检查。 呜呜。 下午第一节原本是数学课, 却变成了我和江小牙的检讨课。 我第一个站起来承认了错误。 老师, 我错了, 我不该骗铁头, 可那都是江小牙出的主意, 我只是个帮凶而已。 江小牙听完很生气, 老师, 我也错了, 虽说是我出的主意, 可像铁头要一百万是迷脚圈自己编的, 我本来说是要五十万的。 我又说, 那我呢都是为了帮江小牙骗铁头。 江小牙又说, 那也不能要一百万啊, 都是你的错, 是你的错, 是你的错, 原本的检讨课变成了我和江小牙的辩论会。 卫老师大喊道, 别吵了, 把你们家长都叫了。 呜呜呜呜, 我们死定了。 晚上, 我和江小牙双双被打了。 我跟他 wheel到, 看来我们的检讨词。 我们下巴铁头行动,